中广论坛 里面没有声音喔 里面没有声音 喂喂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 我是郑春琪 抱歉刚刚好像没有听到我声音 他在前面那个 我们电台的那个台呼啊 我都没听到 好 又一个礼拜了 这个礼拜 我还是要谈一点旧文 虽然是旧文 还是对未来会有影响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好几次 甚至去年选举完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 听手中提起的选举无效诉讼 能够赢 那一般来讲 这个几率是不太大的 但我为什么一直这样讲 有好几个因素 一般法官对这个 包括老百姓 所谓什么不要忤逆 老百姓一般的情感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判选举无效 那就选一遍 大家都累死了 才刚选完 然后很快的这个选举要来了 又选一遍 所以一般法官不敢这样判 老百姓心里也没有这样的准备 那这个有点怪了 如果说这个事情明明做错了 应该矫正 那个矫正呢 要发的成本很高 大家就不敢碰 那就承认 默认 既定已经造成的事实 那是要妥协 这个严格讲 我看了这次这个宣判 有些评论都讲说 基于社会成本最低的考量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有政治风险 你一弄 我开开玩笑 当然现在这个科迷 这些科粉 已经被韩粉取代了 现在最凶的 最有力最嚣张的就是韩粉 那不管怎么样 科粉还是不少 法官敢得罪他们吗 如果这个在四年前 你想想看 那绝不可能了 如日中天的科文哲 谁敢弄他 但即使四年过了 我们的法官 还是顾虑甚多 那不是讲说 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作权 审判吗 真有司法独立吗 所以台湾人 常常在那边吹牛 说我们什么三权分立 我们的自由民主 讲到对岸大陆 你看看那么的清楚 都是被控制的 但我告诉你 他们秉承党的这个政策 党的意志在做很多的宣判 你看起来怪怪的 但他至少摆明了 我们就是这样 你要看政治风向 这国家是谁的 这个党的政策是什么 司法是为谁服务的 他就跟你讲白了 讲白了也好 某种程度是真小人 我们这边是伪君子 明明也是为特定 这个东西服务的 所以他比细腻 他比较婉转 他没有这么粗暴 没有这么赤裸裸 所以大家就看不出来 然后米汤一灌 意志形态一起 就信以为真 这是实在是 有人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没有错 是感冒了 所以声音有点哑 这几天就流鼻水 什么之类的 但是还是广播还是要讲 所以回来刚刚讲说 这次的司法犯决 一个是所谓的社会成本 用最低的社会成本 下面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政治考量 不敢得罪当道 这样的法官像样吗 当然你说找理由 他给你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 理论上这一次的判决 那些理由并没有太过分 因为但是属于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各有他的道理 那次的选举去年11月24号 我也不认为选务系统 有意刻意利用这个东西来作弊 那并不是他们并没有偏袒 在别的地方 我们的中选会 我们的选务 是一种做一种政策性的微调 偷偷的在偏袒 可是因为台湾的选举 大家日常生活 几乎是三天两天就投票 所以很多规矩已经在那里了 人民的警觉性 人民的要求 你说现在 像过去什么电灯忽然间一袭 然后偷偷换票 各种带领 带领票去投票 这种明目张胆 或者太丑陋了 做票 这个东西不可能 买票还是有 所以相对这一部分的公正性是有了 因此去年11月24号 忽然间跟10个公投搞在一起 我们可以怪说 你可预见了 但是你没有防范 造成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但不可以到过来讲说 他们就是刻意的 因为这样子搞了 搞得大家都不去投票 或者投票很累 那么投票很累 很多老人比较不能够去投票 老人比较偏蓝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不利于丁手中 这样的推论 我觉得就是过度了 真有计谋那么深吗 所以某种情况之下 他就是 我们的法律有规定了 票投完了 他就变成开票所就开了 时间到就开了 可是这次因为是太拥筛 一边开票 可是一边还在投票 这个现象就产生了 或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或者有 其实一两个地方 所以丁手中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 那法官就是说 看起来这个并不是恶意的 他们并没有明显的要违法 那法律上也容许他们时间到 四点到了 那就已经投完票了 就开始开票 另外法官用一个东西也蛮扯的 就说你三千多票 后来全部每一个票箱都开了 你丁手中就是要增加几票 也影响不了 更重要是没有办法验证 到底有没有 气窑保科 但这也倒过来讲 你怎么知道没有 如果一定程度一些条件 已经在那里了 比如说很多人边看手机边投票 他客观上是会产生 你说没有办法举证 但你倒过来讲 你也没有办法否认 你也没办法否定说不受影响 好 具体的这个判决书还没有出来 我大概是看到新闻稿 大家这样讲 我是不太能够被说服的 那回到一开始讲这两点 我为什么这次比较预期说 搞不好有可能判丁手中赢 就是刚刚讲的第二个政治因素 第二个政治因素说 哎呦柯文哲不太好惹 但是柯文哲这一次 试卯招之心路人皆知 他准备要选总统这个事情 大家还不知道吗 那请问法官他去选总统 他不用补选吗 当然你可以讲说 还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他带职参选啊 对不对 那带职参选 他又不用马上迟嘛 第二个万一他选不上 那他不是继续做吗 等他选上了 再来考虑要不要补选 所以我是觉得说 对法官可以找这样的理由 但是他几乎就是要参选了 柯文哲你已经不见面这个台北的位置了 你早晚要离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没有所谓说 如果判选举无效 台北的市民会反弹 很烦啊 要再来一次 台北市民某种程度 跟高雄市民可能不太一样了 因为严格讲 上一次柯文哲赢得很险 三千多票 赢得很难看了 赢得很丢脸了 赢得对台北市民来讲 是勉强容忍了 他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所以如果法官这个时候 让他当选无效之数成立 得重选的话 台北市的老百姓 其实不会觉得什么社会成本太高 刚刚好而已啊 这有什么成本 因为早晚就要来这么一次嘛 这一次是避不掉的 重选是避不掉的 那就把他判嘛 我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否则以我过去对台湾司法的看法 那不可能啦 哪有什么胆子 他就是要在顺着顺大流 这些法官哪敢做独立的判决 人民付那么多的税金 国家给他们的优优的保障 让他们退休做到死 而且不受各种干预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不为各种力量 独立做判断 我跟你讲 凤毛麟角 这也是悲哀 第二个有关社会成本 就算要重选好了 就算没有这次因为总统大选可能需要补选 本来就会来一次 好了 就算凭空要再搞一次选举 成本是很高 但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你要去惩罚一个坏人 你要去矫正一个做错的事情 需要付出相干高的成本 因为这样就算了算了 就默认 就默认犯罪的既得事实 你不是得鼓励跟纵容将来 大家可以这样干吗 硬干如果拿到手 造成既定事实 改变不了 或者改变成本太高 那大家就认了 那不是对强者来讲 狠吃猛吞 硬干到底 你不是在鼓励这个吗 哪一个成本比较高 回到成本论 那个付出的代价 那样造成的影响 无形的长期的 纵容恶的成本 跟说我们就是惩罚他 我妈妈是很穷的 口袋再掏出一点钱 但是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是非原则不能让 你不要想说我以为我付不起 老子咬着牙 都要再把一点钱掏出来 一点成本就要付 就是不能让你恶棍得逞 这样的成本计算 到底哪一个比较对 我们的法官只看眼前 重点是我们老百姓 也只看眼前 不想长远的 不想根本的 这样子要重来 大家好累 人家那些鲸鱼计算的 就吃定你这一点 所以这也是民主政治 里面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全力下放到每一个人 可是这每一个人 这么帮大的群众 程度那么大的差异 认知有时候不见得能够那么快 想得周到 想得全面 想得全局 想得长远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漏洞 所以倒过来讲 尝试错误 颠颠簸簸 一犯再犯 一错再错 那个成本非常非常高 很多对民主政治 很难忍受 就觉得说没有效率 就觉得说不是个不像样 是的 可是也不要忘记 他们当年讲一句话 这是最坏里面的最好的 还有没有更好的 这当然最近在争论 中国大陆这个体制 你看他多有效率 这个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争论 从当年柏拉图就不赞成 这种所谓民主政治 他还是相信哲学王 要让脑筋清楚的 而且要很有力量的 很有能力的 直接来领导 而不是诉诸大家 这个千古之变 不过这次柯文哲 又侥幸过关了 我们的法官 做了一个丁守中判决失败 我也看到网路上一篇讽刺之声 说一个失败了三次的男人 这个都太不厚道 他距离力争 想要跟这个原则 好像变成是为他自己而争 就算丁守中为他自己而争 你呢 你今天做一个不管台北市民 在台湾的一个群众 你怎么看这场司法诉讼 我们的选举制度遭到破坏 不管是技术性的 甚至是政策性的 你产生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这个脱轨的现象 到底要不要矫正他 法官当然在这个带了一笔说 哎呀这种技术上将来要怎么立法 讲了一个屁话 但是就不敢在这次的个案的具体的 做出强而有力的判决 让大家脑筋一震 然后醒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在讽刺丁守中 那就是太过分了 虽然刚刚有人讲说丁守中老太仰视 这还是两回事情 丁守中当然问题很多 保守各种各样 可是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谈论这个的时候 那不要去扯别了 这个就是不面对问题的 那至于丁守中为什么这么多次不能够赢 那他当然有他自己要面对的 可是严格讲 柯文哲大家都认为他打不败了 上一次他能够在 丁守中能够在这么情况之下 他招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对柯文哲 最后他下丁守中 让柯文哲吓出一身冷汗 这个你也不能低估他 好吧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成败 我用那个成败做唯一的尺度来论英雄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好 有人讲苏格拉底的死就是 是啊是啊 那就是诉诸群众 所以这个诉诸群众 但理论上诉诸群众也未必有错 那就是还有一个附带的条件 能够经由深入的广泛的 对话的辩证的 各种各样的对话 能够把问题弄清楚 把真相发掘 把是非价值 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都受到教育 大家都能够学习 但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理想 所以就涉及到学习 学习条件好不好 还有一种是学习如何学习 更深刻的 不要讲说人的IQ智商 IQ当然有什么问题 就人的这个智力的程度 千差万别 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条件 也都变化很大 可是从一个理想的情况之下 宁可让笨的 慢的 资讯匮乏的 能够跟上 而不是说求快 当然这不是一个太平世界 你想这样子做 有这么好的外在环境吗 外面如果坏蛋一堆 像美国这种坏蛋 四强七弱 那我们就像想要创造一个 比较不一样 过去百年来 自由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跟 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 不就是在这么回事吗 共产主义者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 想要在人间创造一个天堂 可是真是没有那么容易 好吧 现实就是这么样的残酷 所以做个小节 这场选举的诉讼 看起来是第一阶段是这样 不过 后续还在发展 还有二审 我想 如果二审 早晚要判决了 柯文哲 终究要面对 他到底要不要选 那台北市民也在看 那如果二审 最后的结果 万一翻盘 那你不是更难看吗 就算没有翻盘 依然是败诉 严格讲 对于 柯文哲 压力更大 你不是最好好干吗 你为什么要跑来 你只会对得起台北市民吗 你能够这样子干吗 所以现在 对柯文哲来讲 二审 如果判决 如故的话 对他压力 事实上反而是更大的 有人提到说群众的素质是很重要的 陈水扁像社会示范做了一个 是 那这个很复杂 有些可能在大陆的朋友就很难容忍 像陈水扁 啪啪啪啪啪啪这样 但像陈水扁这个现象 我有点走题 今天本来不知道 好 我们还是讲这个 我有时候看的都咬牙切齿 那我相信跟我同样感受的 台湾人民不少 但这不就是我们的进步吗 我们活生生看了一个这么恶棍 在那边张牙舞爪 在那边践踏司法 更重要的是掌握权力的人 平常跟我们讲的义正言词 跟我们讲的个是非道德满口人意 结果看到陈水扁在那边耀武扬威 那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一来看到陈水扁气愤难耐 二来看到当权者如此的纵容苟且 气愤难忍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教育 那通常最糟糕就是双手一摊 而没有去问说那为什么 好 但是没有问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我没有问清楚本身并不表示 台湾的老百姓满意 台湾的老百姓不想变化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变一直变 可是因为我翻译过一本书 这个变这个事情很难 就说你以为你在变 他那个书里面举个例子 就是你开车 现在都自排了 以前是手排档 你一档上档 你有一直吹 一直加油 有用 可是你加到极限 你加再多都没有用 你没有换档 你齿轮没有变 你这个油是白加了 所以那你说我有在变 我有在踩油门 是啊 你开始踩一分两分三分 产生变化 速度会变化 可是你待在后面 你踩再多 他还是不变 这是另外一个吊诡 因为我自己研究这个 所以跟各位讲说 好 我们还是求变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在泥澳里面 换来换去 换不出个新样 米南话讲 我小时候就听到 我父母讲 哎呀 刷流往上塞 就是会会那个 会会小便失禁的 换来一个漏大便的 大便控制 大便失禁的 刷流往上塞 我加了一句就 上塞往落塞 就是拉西的 那更严重了 台湾呢 过去这几年的民族 一直变 上上次的台北市长 就是对蓝绿都不满 才会去换一个小丑柯文哲 你看看国外也是这样 隐心 协心 大阪师长 乌克兰这次的总统 都是协心上场 马克宏 法国这个 都是各种各样想求变 我本来以为这次台湾 应该是 郭台铭这些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找来找去就找强的 有能力的 资本家 大企业家 就是一个成功的象征 让他们来管国家 韩国的李明博 现在的川普 到底会怎么样 都在实验当中 从某种角度 你在表面上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而不去问根本的东西 如果一些根本的 像刚刚讲 资讯的条件 对问题分析的条件 对这个世界的真相的了解 对很多问题 盘根错节 错综复杂 没有把它理得很清楚 很快就提出个解方 这个解方不行 再换个解方 那我们人的老话 换汤不换药 你都有在换 都有在变 可是你那个药 已经蹲到 已经毫无作用了 你不把那个药头 重新换一包 放到那个药 药锅里面炖 你就是不断的 倒出来加水 再加水 再加水 你那个药不换 大家都知道 那个药是无效的 炖出来的药汤是无效的 我们现在正是陷入一个这样的困境 但要换药那个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的根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说真的 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千百年来 大家都在问这个 我们 有时候 也只好从一个眼前的 短期的 稍微结局 好 所以做个结论 台北市这一次的判决 跟我们的总统选举 连带 也连动 那就看看他会怎么样 那我今天讲的重点是 我们还是希望司法 在这个时候 不要再跟我们讲 而且 之后就有人帮他讲理由 帮他做分析 什么社会成本最低 这样这样 你不是批判 叫这法官 不可以这样干 或者支持他们 有时候有些法官 比较勇敢做出一些 特例独行 第一时间违反你的情感 可是终究有更深刻的道理的时候 支持那样的法官 支持那样的判决 我不是叫你爽 我老板 我老板 我是民主 我最大 你最大 你是最聪明吗 你是最智慧吗 你是最能够负责的吗 给你最大 人民最大 你有相应的最大的条件 能够负最大的责任吗 权责要相撑 当你没有的时候 你就是要保留一种空间 而不是说 就是要爽 我觉得就是要爽这个东西 不能够让他继续中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听见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波到网络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实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你不想要的 我们有的 正是你要的 我们是中广新闻网团队 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台北桃园AM648 新竹AM882 苗栗普立AM1413 台中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30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欢迎再回到中广论坛 我刚刚抽空 瞄了一下我们的荧幕 大家的留言 非常有趣 其中一个就是说 台湾四年三次选举 要是强制四年一次选举的话 我先跟各位讲 我是反对的 前面有一个听友留言说 那台湾从过去 这个青藏选举 至少改成四年选两次 把很多合并了 我以前在飞碟午餐的时候 就讲过我的论点 我是希望天天选举 你怎么天天选举 这个选举乱象 选物技术这么烂 在上面都有人提到 选举是我们老百姓 唯一的有时候的武器 其他机制有时候 他就不怕 刚刚讲司法 什么各种各样的制衡 我们立法委员那么糟 要监督政府的 监督的不是那么 那你 我那种代意政治 很不可靠 我就不加多言了 代意政治 我们就讲过 你某种程度 人民可以这张票 那现在有什么 我当然是外行 扯一扯 现在有什么blockchain 区块链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以前你投票很困难 现在再隔十年 年轻人每个都会上网 在网络上投票 我以前就讲过 我希望说今天早上起来 那选个里长 就选 乡长就选 甚至搞不可 这个先议员 议员一个一个挑 一个一个选 因为理论上 这个议员是要管全县的 每个县民都有机会选 我们就看起来一个一个 这胃肠不好 那早上起来 刷牙漱口吃个饭 对 那就看一看 就按一个 一天选一个 我真的认为 这才是最重要 那么选物技术 这些条件 会越变越好 理论上 资讯是可以越来越透明 我们就像现在这么乱 这么多 你合并选举 太多事情同时发生 而且更重要 会产生联动 互相爱 什么立委 母鸡带小鸡 立委要拱总统 总统要带立委 把很多东西都混淆 像上次阿扁最早开始了 公投绑大选 就是民进党二干的 明明是独立的两件事情 他把公投拿来 为他的选举服务 这种坏事先干 就是民进党 那现在变本加厉 他们现在有问题了 又想要切割 搬来搬去 都是民进党在那边瞎搞 所以我刚刚提的那个东西 当然有点激进 有点过度的 当然是刻意思考的 听有 合并不能解决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的 哎呀一大堆乱象 那干脆把他病了 当年我们台湾就是立法院一阵乱象 最近你看到香港也打起来了 那我们是天天常常打了 天天太过分 常常打 我们的圣人林毅雄说 减班 减班有解决问题吗 这是我刚刚讲的 拒荐法 变来变去 没有变 所以某种程度 你把这个 呃 不要讲说 四年并成两次 或者四年 把所有的选举并并成一次 以为比较省事 实际上反而是更复杂 那大家不敢想象吗 每天选举 天天选举 啊 一天选一个 实际上以现在的科技 那你想想看 哎 如果我们这个立法委员一百多个 对不对 我们一天弄一个啊 前一天先把他说的资讯 他过去的问证资料 你好好看一遍 甚至有个什么网络问答 现在不是喜欢直播吗 大家在那边共审他一下 问一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哎 那我们这个一个选区就投他一票 有那么难吗 对你来讲 哎 你这个天天要就跟吃饭一样 你不得不 我刚刚讲的 如果人民的素质不够高 如果人民不愿意负责任 而且将来这种东西 具名选举的 你投出来 结果全部出来 大家互相看 你怎么这样投 你为什么那样投 甚至进一步付个理由啊 大家可以辩论 我相信 对自己的选择 能够清楚的负责任 包括讲出理由 包括准备面对后果 那我认为 这才是根本知道 可是现在看到乱象 人们不耐 人们就是受不了 所以刚刚有些人在批评说 台湾就是鬼岛 一定会这样 一定会 这个真是未必了 我真的是告诉大陆朋友 我已经跟你讲 台湾这个乱象 我们是在痛苦中学习 不要低估这个东西 当然我同意你们讲的 台湾因为这样 就倒过来完全不了解 大陆的体制 乱抹黑乱弄 好 这个我们都不要轻易走路 这个我刚刚看了有个 那提到 刚刚讲说 为自己的负责 决定做负责 选择要负起责任 我最近其实某种程度 是蛮爽的 吕秀年这两天出来 针对公投法 发言 我上次在绍刚战刑事 我就讲 蔡英文这么可恶 这么嚣张 吴祥辉 讲他那个四个字 当然太过度了 真的是用词不当 但是吴祥辉的生气 愤怒 要这样骂人 没有正当性吗 当然有啊 蔡英文民进党 整个践踏民主 到了这个地步 不要讲 在这个党内 国家机器 他整个行政不中立 已经是比国民党时代 变本加厉 我那天也骂 马恩九没有吗 马恩九那次恶斗王金平 就是滥用行政资源 马恩九常常举两个例 我这简单讲 他第一次要连任蔡英文 跟他竞争 弄出个宇昌案 听友请你们注意听 我不知道 也不愿意辩护宇昌案 到底蔡英文有没有贪污 我不知道 我甚至怀疑很有可能 另外一个 马王之声跟王金平 王金平是不是侨王 王金平有没有可能 涉及到处罚 我才没有一点兴趣 去帮王金平辩护 但是谁掌权 马恩九你掌权 蔡英文如果 宇昌案有问题 你找不弄他 你玩不弄他 等到他要出来选举 因为他选举而离获 因为他要选举 所以这个案子爆出来 你混蛋到极点的马恩九 重点是他装的 我都依法办事 这就是马恩九最可恶的 这伪君子到极点 马王之声 这不是官说 什么才是官说 你回头看看马恩九 还有讲的义正言辞 一副官切 一副诚恳 一副认 坏透了这小子 奸诈到了极点 明明就是拿国家机器 来为他的政治斗争 要铲除党内政敌 这种可恶的家伙 但我告诉你马恩九 至少怎么样 还是个伪君子 伪君子从某个角度 我不喜欢伪君子 我喜欢真小人 但是伪君子至少怎么样 他有点固脸皮 他要骗 对不对 他很虚伪在那边装 我刚刚为什么那么大声 根本就是很糟糕的 工气适用到的极点 你马恩九就是工气适用 重点是欺骗大众 很多人还在帮他那边擦脂抹粉 还被他骗 他这个伪君子 当然很可恶 更重要是他工气适用 把国家体制拿来 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对付他的政敌 不管是同党 还是对他党 都是绝对不可以容忍 可是他就是干 而且他八年任命 没有立即把他干下来 可是通就他有回头土点 最近又出来了 又在那边装可爱 群众只是见到可疑点 这么健忘 好啊 那现在回到民进党 那蔡英文这种东西是赤裸裸的 他连真小人都不是了 他就给你露出来 一样党内跟党外 党内他在干 我常常说党外 他们常常用各种 对岸就是共匪 去年选完 他把非洲租温拿来当工具 在那边耍 这就是工具自由 那你可能说 朱瘟没有吗 朱瘟这么可怕 不应该防范吗 废话 就跟我刚刚讲 王金平 蔡英文 与常安有没有问题 你不用跟我讲这个 我不是在帮他辩护 朱瘟当然可怕 可是你蔡英文在操作 为什么讲操作 在处理朱瘟这些新闻 那些手法 真的是为了朱瘟吗 真的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吗 真的是为了猪肉吗 还是要为你政治止血 你看他的动机 就是不纯正 工具吃用到这个极点 坏透了 而且他是明目张胆 那一次还可以讲说 他就躲在大家的 大家都怕死 食品的安全 躲在你的安全恐惧之下 他就操弄 我就讲他就完了 可是已经坏了 我昨天看到 到彰化去有一家公庙 那个庙的主持人 是昏了头 就对不起他供了个神明 里面拜的是妈祖 怎么称赞 我们蔡英文 说因为妈祖 本名叫林末娘 静末的末 末末等待的末 他怎么样连结 说蔡英文 我们蔡总统默默的做事 就是林末良 我差点吐出来 恶心到极点 就跟有人在讲 陈举什么妈祖伯 那简直是 见大妈祖到了极点 这些肮脏的不得了东西 哪来这样如此比赋 那个宫庙的主持人 是昏了头 默默做事 蔡英文这么明目张胆的 践踏国法 为他自己的利益 不择手段 你还讲他默默的在做事 你可以讲说他敢改革 这个我同意 他哪有默默在做事 他都是敲锣打鼓啊 军工教要 这个年轻要砍的时候 默默在做吗 他什么事情默默在做 真的牺牲在做 乱来到极点了 跟赖清德 党内民进党初选 总统候选之争 那就没有任何借口了 他们自己打自己 他们对外打 还可以放烟雾弹 对手是坏蛋 把对方妖魔化 来掩饰自己的恶魔 然后你党内互打 这下总算赤裸裸的 被大家看得清楚 这个还是权位之争 吕秀莲发声 至少是制度 我也很想问吕秀莲 或者其他 他至少不要讲他了 比他不如的 特别是网络上那些名嘴 电视上那些名嘴 你们现在在讲 前几年已经开始有人在反蔡英文 我都想问 蔡英文不就是你们扶持上去的吗 你们是怎么样的纵容 你们怎么样欺骗百姓 你们怎么样利用你们在网络上 你们在媒体上 你们在争论节目上那些机会 大放确实 洗脑 灌米汤 在那边造神 把蔡英文讲的怎么样 我常常讲王瑞德 英的时候那个嘴脸 这些孽不就是你们造的吗 现在回过来整到你们自己 我爽得很 这就是报应 所以大陆的朋友 这是我们在那边民主政治 有时候报应来得很快 所以你看有点无奈 还是在那里 你以为他们日子好过吗 刘秀林不得不讲话 他日子好过吗 看到这个东西 公投法可以这样搞 更重要的是党内初选 游戏规则已经鸣枪开跑了 选手就位枪响了 已经在跑道上开始跑了 他开始改变游戏规则 开始改善怎么样来计算输赢 可以这样干吗 电话民调要不要纳入年轻的 要不要纳入手机 都可以考虑下次再来吧 因为你规则已经定了 可以编稿了 人家是认为这个规则 我可以参与 我还承受得起 或者我觉得这个规则 真的要我可以赢 我才投入了 而且规则你也公布了 我一投入 你开始改规则 那我原来所有的设定 我原来所有的条件 都没有办法承受 那我不是包死包输的吗 他们还是五人小组 郑文燦 陈明文这些人 他跟陈局 还跟真的一样 那个党简直是一塌糊涂 民进党所有的党员 更不要讲这些党工 党干部 这党的领导人 各个什么立委 这些县市长 还包括挺绿的这些名嘴 我真看你们连往哪边放 现在在那边护诊 刚刚那种都暗伤 老百姓看什么耻笑 你看看你们所捧起来这些人 你们共同制造的这些孽 他们每天三千五千这样领 你真觉得好受吗 另外一种当然是跟招了 像姚立明还在哀怨 沈富雄最近被某个 被中天弄掉 还明的弄了 你看看前阵子彭文正 震惊现实批那个乱批 被干掉了 那还是更直接的赤裸裸的恶斗 这些都是报应 所以民主政治 我不晓得 就中国大陆来讲 你们可能没有这些 从我的角度来讲 这也会请你们懂得欣赏 你想想看这些人好受吗 吕秀莲都不得不出来讲话 他都看不下去了 公投法 我们当年民进党自己怎么搞 现在可以自己打自己嘴巴 更不要讲这几天 讲了什么自贸区 自经区 赖清德讲了什么话了 朱立伦这两天表现不错 出来亏他 所以你们现在讲的废话 他妈的 你们以前都是在争取 从陈渠赖清德 你们都是要争取 赖清德现在秉化的更大 自经区太小 全部要给个自经岛 自由经贸 自经济贸易的岛 那这个到底好不好 那就再说了 重点是这些人自己前后矛盾 对自己有利就讲一套话 对自己不利同样一件事情 讲成另外一套 颠倒是非到了极点 而更重要的是 这些人都号称 是有公信力的 号称是公众人物 号称是怎么样 我们都应该 接受他领导了 因为他比你高贵 他比你行 全部破功 这就是民主可贵之处 让这些家伙各个现行 问题是 然后呢 他消极有这个 揭穿揭露 曝露 让这些家伙现丑 现原型的功能 可是积极 往何处去呢 该怎么凝聚呢 该怎么办 没错 大灾问 这是大问题 但也不要只看一面 把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 看这个乱象 我希望从一个内部的角度 用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仇用那么多 台湾官场干净 一点都不干净 但是还是两件事情 如果这个跟大陆的贪腐比起来 我现在不是 人家讲台湾的坏处 我们是讲大陆的坏处 但是这位朋友 龚星友 仇用那么多 台湾的官场干净 不干净 自由民主 怎么样 但你要看 台湾相对 至少不敢那么嚣张 所以这一次 苏贞昌 公然就大致的换了一些人 民进党 为什么这些 这几年 大家开始弄他 我在电视上最早就讲 你吃到皮肚都推到油路 一开始 你们民进党 哪个不是吃的饱饱的 这么多的位置 让你们分 像无奈人 那些小孩 凭什么到台本 当董事 董事长 台本还是个党营事业 国民党党营事业 变成你民进党的党营事业 你无奈人 你还敢去 这一次八家将 又被拍到 上次他借机 哇 好像很生气 就退党 我就认为 我就说他这个障眼法 他是要躲到台本 怕大家追 赶快消出 就这个退出战场 消失在视线之外 所以这次被拍到 八家将 他又在那边操盘 这是坏透的新潮流 等一下再回来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播到网路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实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刚刚又瞄了一下荧幕 怎么会有这玩意儿说什么 系统已将这则讯息留待审核 是吗 是什么系统 是什么审核 我还真的 真的搞不太清楚 因为你们在对话 我刚刚因为讲得有点激动 就没有细看 所以抱歉就跟不上什么吵架斗争 什么之类的 美国当然很有问题了 好吧 抱歉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对话 还是回来讲 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这个李秀莲他总算讲话 那我前面要跟这个听友讲说 蔡英文拿到国家机器 工器实用 蔡英文虽然没有当党主席 还是控制这个党 党器依然适用 他们一党之师 治国家也不顾 已经很可恶了 现在更是一人之师 治党治国家完全不顾 这么嚣张 这么样的破坏行政中立 下面那些政务官 我那天看到 他到什么各地区 蔡英文 徐国勇的跟着 闲着脸就在旁边 到处跟他安排 这是总统的必要行程吗 注意听 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必要行程 行政优势可以这样干吗 你应该是真正做 你政策上本来该做的 你不是国防外交为主吗 如果你做得很好 你隔魁任命的很行 隔魁把政绩做得很好 你收取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老百姓自然 因为你有机器在手上 有做事的工具吗 有做事的权利吗 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吗 有钱有人吗 你有机会做 有条件做 把它做得很好 表现得好 大家看到了 那大家就支持你 对你的选举有很大的助力 请动清楚 这是执政优势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不是说我执政 我可以假装 好像去什么做 做一些行程上该做的 事实上不是 挂羊头卖狗肉 根本就是在为选举自己的意义服务 这个不是执政优势 这个是违法 这个是偷吃 这个是乱套 我们的媒体在这种 很多大家还是纵容 都是 所以他到那边去 还跟他讲林末良 那简直是乱拿到几点 我真要问内政部长 你为什么不是行政院长陪他去 如果要验收成果 什么是总统呢 蔡英文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蔡英文要去跟一些年轻人 在那边搞网红 跟他们搞东搞西 什么接近年轻人 你要接近年轻人可以啊 你不要跟你的选举搞在一起 你国家大政弄好 行有余力 你要穿着便服 你要去弄弄 跟年轻人 你要到pop去 怎么去搞 你不要去作秀 你真的喜欢年轻人 或者真的下去了解年轻人 你所有东西都是要骗年轻人 都假装年轻 假装懂青年文化 都是为你自己的选举的利益 为了选票在服务 跟那件事情无关 目的跟手段两者是脱节的 这都是不正当的 所以吴祥辉气到咬牙切齿 他还有点血性啊 其他人民进行这些 平常好像干国民党 好像义愤填膺 血气旺盛 正义凛然 全部是假了 全部破功 还有一点良心的 大概每天 拿着 纱布在止血 心里在淌血 那些不要脸的 干脆就 反正死猪不怕开嘴烫 难堪就难堪到底 还在那边大放血脂 希望能够搬回来 能够继续混 所以啊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说 这就是民主政治 那更重要的是老百姓要坚持 要给李秀连这样的压力 你可以不讲话吗 那给那些不讲话的更大的压力 有人就在问啊 林毅雄你不是圣人吗 李秀连都讲话了 你怎么没吭声呢 这两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就是我们一个所谓的工厂辅导法 要大开倒车 不过我不是在中午喝茶的事情 我那天也是骂 最近因为只会自贸区 自经区 我们这个农委陈其中出来胡扯 说什么农产品会怎么样 我们的总统就拖着行政院长 两个就拍起这个剧本来 这么演戏 桌上一壶茶 拿着茶说 哎呦 台湾的茶要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保护我 蔡英勇就这么讲 我们苏联中 是 我一定奉命办事一定要保护好 恶心到极点 我们的农业问题 我要讲农业问题 不在嘴巴 在脑袋 不只不在嘴巴 更不是在田地里面 那个是尾端 那现在尾端都出事了 我们那个工厂辅导法 要把很多农地 不应该盖 污染的 不合法这些工厂 照说 都是要限起落日条款 除了少数很轻微可以改善之外 都要把它关掉 都要把它动离开 还土地 于干净 结果呢 开倒车 落日条款要取消 等于要承认它无限局合法 那怎么解决呢 交一点回馈金 以前还缴滑金 滑金是你本来就应该滑的 滑到你受不了 人家要赶快跑 现在是交回馈金 让它就地合法化 那简直是乱来到几点 不当饿没有除 还要鼓励继续为饿 那大家都以后可以继续干 台湾的农地怎么办 我们农地搞工厂 我们农地种电 我们的农业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的到底 什么要怎么吃 要怎么种 什么要吃的好 什么要它种的好 中间当然这些运输环节之外 最重要这些农业 不就是我们某某程度要消费吗 要滋养生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